而且我属于那种可能用现代的话 可能叫上学表还是怎么着来着 算是这种词吧 就是我偷腿起床 我不想别人看到我努力 然后下了课以后 别人都去玩或者吃饭什么的 我那个时候就去那些教学路 而且找人少的地方 我千万不要人看着我自习 然后上到了大概九点十点吧 快快快宿舍要关门了什么的 我就回宿舍 然后别人问我 哎你干嘛去了 我说去网吧玩去了 我上网去了 法语当中它有个叫DELF-C2 然后这么一个考试 C2就是类似于最高级别 这种按它的标准说是母语级的 我在去法国之前 我就这两个都已经拿到了 然后我真的是说的反而赛一点 我真的是裸考 我其实一开始学法语 开始慢慢进步的时候 并不是因为喜欢它 刚上法语那段时间 因为法语当中还有阴阳性 还有动词辩位 特别特别 你刚上来入门的时候会发现 一大堆特别我不适应的东西 我的天 这还是人嘛 这是人干的份嘛 我看到法语的时候就想撕 但那个时候其实更多的还是为了 尊严 或者说为了不想让别人瞧不起我 我大一上班学习的时候 我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我刚上课 上第一届法语课 然后当时那个老师 我还记得现在记得他戴了一个鸭套 他在网上上面写了一个句子 就写了 我来自于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让我们去模仿 到我这儿呢 我就说 然后他说 以前是被学过法语 我说没有啊 他说你这个口音啊 特别适合学法语 讲法语说 我这个时候 我都不知道 我这个时候啊 是吗 我自己就是当时还挺紧张的 但是心里边是有窃喜的 但是这个学期的最后的时候 我考试基本上倒数几名 然后他就说了 那个时候就说 哎呀 咱们有些学生啊 有天赋 他是很聪明 但是呢 抱着学 然后就这样看了我一眼 那个眼神我记得特别清楚 然后就是靠那个眼神 我就下班学期的时候 我就开始每天 六个年之后就起床 然后而且我 属于那种可能 用现在的话 可能叫上学表 还是怎么着来着 算这种词吧 就是我偷偷起床 我不想别人看到我努力 就是我自己上课 也是我永远做到最后一排 而且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 我戴着耳钉 然后抽了烟 还穿着破洞牛仔裤 我就不信 为什么我这么样的那种人 就不能成为学霸 为什么学霸非得是戴个眼镜 然后周周正正那种感觉 我不信 然后呢 下了课以后 别人都去玩 或者吃饭什么 我那个时候就去那些教学路 而且找人少的地方 我不要 千万不要人看透我自习 然后上到了大概9点10点吧 快快快宿舍要关门了 什么的 我就回宿舍 然后别人问 哎你干嘛去了 我说去网吧玩去了 我上网去了 然后 等到那一次的期中考试的时候 那一次就成为我整个学习发言过程 一个大的转折点 就是全系一共是60多个人 一共只有两个人 到了80分以上 老师就拿着卷子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 拿着卷子 这次咱们系里边就两个 全系就两个80分以上 然后 他那天念卷子 一个一个发 然后拿到这个卷子 然后就念我零字 87分 我自己都没敢相信 那是我考出来的成绩 就是那一次 我就觉得好像 心里边特别震撼 就是我当时 有点激动 你知道吧 就当时有点激动 给我妈发了短信 我说妈 今天考第一了 其实我从小 第一次考第一 我以前其实没有什么爱学习 可能就是觉得 好像跟大多数人都一样 觉得我应该学习 我应该上学 我应该考好的高中 考好的大学 就这样走吧 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热情 甚至到包括那个时候 拿87分这一次 我也没有太大热情 我更多是为了自己尊严 我就是觉得好像 不能让别人瞧不起我 就是用现代华人 就是我要偷偷的那种努力 然后想 然后别人在可能 一个不经意瞬间 在这个很重要的场合 我想把所有人的眼睛 都亮下那种感觉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包括现在也是 现在比年纪大了 都快奔四了 但是我还是有这种感觉 所以那个次 是有一个很大转折点 然后就慢慢就 真的开始有感情了 那时候 就觉得我每天 我每天一大早就去 我自己去网吧 下载一些法媒的一些 比如说新闻 或者说一些报道 我就模仿那些 播音人的口音 我就让每天自己练 练到跟他一样的语速 一样的标准 一样的低道 从这个习惯开始是08年 一直到现在 大概是有十几年了 我高中家里边 发生过一次变故 那件事情以后我发现 我有一个第一次出来 一个特别强烈的意识 就是我以后只能靠自己 因为我家里边 本身条件也非常普通 加上我家里边 父母的关系什么的 我就知道 我以后一定只能靠自己 我出国也是 我出国也是 我爸妈他们没法帮助 我也不太想让他们帮助 我觉得我作为成年人了 我都去出国留学 我还让我花我爸妈钱 我别人可能是那什么的 包括现在年轻人买房什么的 我觉得我们传统观念 觉得给你孩子留些些东西 给你买房 首付过车来 是正常的 是应该的 但我觉得我不应该 我觉得我不能靠 我就要自己靠自己得到这一切 这一切我都要靠自己得到 刚来广州的时候 我算是广票吧 因为我也北方人 算是广票吧 我刚来广州的时候 我面试了三个机构 都没有要我 然后面试我的人的水平 也语言水别也没有高 没有我高 他们当时给我的一个答复 就是我记得第一个给我答复 就是你讲课特别适合大学的 你特别适合在大学讲课 讲那些很学术性的 知识性很强的东西 但是可能他没有说那么明白 但是我能get到意思 就是说你学生听的课 应该是不会掏钱买课的 我以前见到过一个学生 他可以 他已经考过CE了 看起来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水平 而且他是法语专业的 他给我写了一篇文章 我要去看 我给他看写的篇文章 我说你这里边好多错误 这不是一个法语专业学生 应该有的水平 这都是基本功的东西 然后他后来跟我的顾问 那时候我还在机构 还在机构 他跟我顾问说 哎呀你们这个老师 打击我们学习积极性 哎呀怎么着 我不知道现在孩子 不知道是不是00后 或者说什么95后 这些孩子们就玻璃心得那么强 可能我们80后 可能教育 父母教育方式 还相对来说比较古板 比较传统一些 可能这种 就是对你这种严厉的这种感觉 这种程度 我们还是能够适应的 但是现在孩子可能 已经适应不了了 我前两天上课 有这么一个例子 因为我在讲一个阅读 他也算是水平 就是想考一个 比较难一点的水平 然后我给他讲一篇 比较长篇 就是长篇剧 比较多的阅读 然后我讲完以后 我就问他 有什么问题吗 他沉默了几秒 他说老师 我想问一下 我这个题 我要是这么答的话 会拿分吗 我如果选这个 然后把这原文当中 句子下下来 会有拿分吗 他问了两个问题 没有一个问题 是跟这篇文章的 语法和词汇 和知识相关的 他都是在问 我怎么能拿分 我理解他其实 其实我很理解他 因为他也有 人毕竟花了钱了 这个考试也不便宜 花了钱了 但是我就觉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语言 你不会达到一个 很好的水平 有时候学生问我 就是我自己的学生 或者是自己一些 粉丝问我 老师 我怎么把自己 法语提高 我竟然会反问他 我说 你每天都会看法语吗 你每天都会听法语吗 你每天都会 读法语吗 你每天都会 说法语吗 你有这些习惯吗 如果你不做这些 你会感到难受吗 你今儿没看法语 你今儿没读法语 你是不是能睡得着觉 你要是能睡得着觉 你要觉得今天好像没缺什么 行 这个问题 你也不用再问了 你要是有这个感觉的话 你也不会来问我 这是我在做自媒体以后 我自己有些粉丝 我刚做的时候 他们问我是不是香蕉人 是不是一二代 我有时候开翻笑 我说是不是因为我皮肤黑 是不是因为我皮肤黑 或者说我长得什么 有点像什么越南人 我不知道 我其实一开始 心里边是接受这种 或者说 其实我知道他们大家是善意的 其实是一种认可 对你的一种称赞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 我觉得其实挺可悲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还是处于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势当中 觉得你不出国好几年 你不在国外长大 你是不可能说出正宗的法语 不可能说出正宗的英语 不可能有这样流利的水平的 我其实有个粉丝就说 你这个用词绝对是在法国当中待了好几年 你是学的是法语语言学的 还是什么东西 一定是呢 我不是 我是学体育管理的 我不是学这个 我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还会存在在这样一种思维的定势当中 就是我甚至出去非洲之前 我那个时候在武汉工作 我们那时候因为这住外项目 我觉得那时候在国内先会待一段时间 我有一次去体检 遇到两个法国人 那个时候他是对夫妇 是巴黎的 我记得是 我记得特别清楚 他说你在法国待了多少年了 我说我连去法国机票都没见过 他说我已经在法国待了至少五六年 所以我对于国外的语境是有一种迷信的 所以就是这种感觉的话 你会发现我去找一个外教 其实我花了那么多钱 其实没有什么太短效果 当然可能有人觉得 哎呀你是就是为了 你嫉妒人家外教课师费多 然后叫嫉妒人赚钱了什么什么的 我说实话 你就那么傻吗 难道我就才抬高别人 抬高自己贬低利别人 想你就去你就去 你就不不外教课了 你不还会去给人送钱 知道吗 那么太高估我了 我现在为什么对于这个行业 对于这个语言的学习 我觉得有一点自己的看法 我就说谈一天我自己工作过的机构吧 就是市面上的机构也是 基本上你看他发的广告 英语也是 你经验的看到 OK 三十天让你被 上几天让你速记五千个单词 什么几万个单词 好像那个脑子 跟那个CPU就不是人类一样 还有什么 就是有外教课 我们有外教 就是15天带你领略纯正的法语 让你开口说法语 就像一个卖给你一个产品 我就是不断的说 我也没有什么词了 我就是不断的说好 你买就对了 买就完事了 就是这种冷冰冰的感觉 他没有把语言学习的这种本质 该有的这种规律 和对语言本身能够有的这种热情 能够让你感受到 我想表达这就是说 你本可以这些东西自己建立起来 所以口语的本质 就是你能够把你所学的东西 能够语法词汇 能够在最快的速度 因为口语是一个记性的 非常讲究你的反应速度 能有最快的速度 和以最精准的这种准度 反映出来 这个东西就是不断的去练 不断的去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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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犯错 再纠正 再犯错 再纠正 再犯错 那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不是说 我今天我下个月考试了 跟家里边有好多钱 我去拜个拜教课 然后10天突击 你突击不过来的 凭什么 难道那些奥运会的运动员 别说那些拿金牌的了 战胜奥运会赛场那些运动员也是 因为他费时间 因为他需要你强大的毅力 和强大的自律 就很多事情都一样 心里边我特别纯外空的刚 在我看来他是一个英雄 就像你们这个视频里边 写的就是 英雄就是一个 在看透了生活的真相之后 还能选择乐观面对的一个人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打言不惭的说 我觉得他身上跟他是有一些相似点的 就是有一种那种 可能我自己有一种韧劲吧 我自己电脑屏幕上 就是这个德云社在05年的时候 华盛天桥的时候 然后呢就是门口 他挂了一个牌子 那时候还叫北京相似大会 北京相似大会 这个票已授请 我看到这张照片 我就感觉到能够 看到自己的未来 我就能够看到自己的明天